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实力到底有多强 这次能够参与到街舞 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在最新的 这就是街舞队长大秀当中 王一博的锁链威亚舞视频 短短两天的时间 轻松破千万的点击率 足以证明了王一博的实力 对此网友的评价 更是提前被点燃了 慕名而来 为播鲜火 自从宣布王一博加盟 这就是街舞3 好多人就期盼着节目的播出 毕竟顶流的实力 还是让很多网友慕名而来的 节目组的宣传力度 也是把控十足 各种花絮小视频 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也让街舞3 达到了微波鲜火的势头 在王一博大秀出来之后 短短两天时间 点击率轻松突破了千万 网友的封评 更是对于王一博实力的认可 视频一出 网友按捺不住的尖叫声 已经蔓延至整个网络 看过之后都被视觉冲击的 连呼吸都快要窒息的节奏 莫名而来 值得期待 好评如潮 都赞这个节目做的太有水准了 请到了王一博真的是赚翻了 有实力 有流量 有话题 有收视率 一举多得 王一博 不媚粉 不靠颜值 不作秀 真材实料 站得住 看过王一博舞蹈视频 大多数的路人转粉了 王一博舞蹈实力 真材实料 把控身体的力度 精准的卡点 身体的柔韧度 跟节奏感的掌控力 都被称赞 通过视频 王一博舞蹈实力 第一时间被认可 都感觉到了 王一博 凭借陈寝力出圈了 但却不曾想过 真正的实力 却是舞蹈 舞蹈实力 太有魅力了 王一博的性格 还属于不媚粉 不靠颜值 不作秀的那种低调 这种男生 一旦燃起来 就是会把人吸引过来 而且钟情于他 而无法自拔 网友表示 终于get到 王一博跟街舞了 原来魅力的呈现方式 只需要一支舞蹈 难怪 王一博的战队 起名一波王炸 泰然泰萨的舞台 跟视觉传达 还有王一博舞蹈实力的配合 让街舞的魅力 呈现得淋漓尽致 内宇顶级舞蹈 立得住 纵观娱乐圈 各路明星艺人 实力辈出的大有人在 可是在众多的男团当中 舞蹈撑得上台面的 却是少之又少 花拳秀腿的太多 有实力的却寥寥无几 王一博却让大众 看到了内宇圈的希望 实力值得称赞 顶级的舞单也立得住 从小就接触街舞 街舞底气 源自于自信跟实力 毕竟13岁就接触街舞出圈的 一直都在街舞的路上不停努力 身形跟各种舞种都得心应手 在韩语圈当中 实力都是备受肯定的 网友从不了解到认可 态度的转变 皆是对于王一博实力的认定 好多网友通过视频了解了街舞 原来是这么的燃 这么的炸 语为是过度的追捧王一博 但是却没有想到 原来人家是真的实力辈出 魅力四射 不愧是你 顶街舞但是立得住的 小妖也是被王一博的舞蹈圈粉的 确实是一个有颜值有实力的男生 如果没有这么优秀的舞台 可能我们不曾认识这个舞者 也不懂得街舞的魅力跟活力所在 王一博的低调与沉稳 不争不抢 却总会给人带来一种 更多实力的呈现 这种性格 无虚 媚粉 实力就能够让人轻松的拉入坑里 这就是街舞 期待王队长一波王诈的表现 近日王一博成为了某个外卖的代言人 大家也都知道王一博印象很受各大品牌方的宠爱 以至于他的身上的代言数量都已经超过了他的年龄了 如今又成为了某个外卖品牌的代言人 品牌方也是尽心尽力的拍好每一个短片 不久之前 王一博最新一期的短片也会公布 明明是送外卖的宣传片 但是却偏偏的拍出了恐怖片的感觉 这个宣传片是在电梯里面拍摄的 电梯当中 王一博穿着蓝骑式的外卖服 手中拎着一份外卖 他站在了电梯里 饿了吗电梯的氛围营造的非常恐怖 一会闪一会又响起了声音 这个画面对是让很多观众联想起了 电梯惊魂等等一系列的恐怖片 越看越吓人 而王一博饰演的外卖小哥 在电梯里也很害怕 整个人不住的去冒着冷汗 给自己打气 好不容易电梯开门了 王一博立马跑了出去 身旁又响起了顾客的声音 原来他送的是外卖生鲜 这就是王一博身为代言人拍摄的最新短片 也真的是让人佩服品牌方的创意了 明明是送吃的 但是却送出了恐怖的感觉 王一博的一举一动都很受关注 在这个最新短片公布之后 立马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就连央视CCTV5都上线回复了 王一博这个宣传短片 现实粉丝在这短片之下调侃到 电梯当中应该放CCTV5的视频 接着央视也在这条评论之下安慰说 CCTV5表示 此处应该有CCTV5 并且还at出了我们的王一博问 说你觉得呢 看来央视经常会上网冲浪 对于王一博十分熟悉了 央舞英三确实又出了圈了一次 王一博天不怕地不怕 年纪小 喜欢那些刺激的运动 尤其是那些粉丝看着心惊胆战的动作 王一博却偏偏做得很开心 然而就这么大胆的王一博 胆子其实很小 他自己在采访当中说过 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睡觉的时候 必定要把电视打开调到CCTV5 里面会有解说和观众的声音 刚好再把音量开到3 既能够保证他睡着 又不至于让整个房间太寂静 大家没有想到吧 表面上作为酷盖的他 每天晚上要伴随着央舞英三 才能够睡着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 可能跟王一博出道之后的经历 有一定的关系 越想越让粉丝觉得心疼啊 去瓜不提用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